歡迎來到這個星期的《香港人家書》 老總,真是不好意思,天公不造美,錄了幾天雨 要逼著和老總在室內做節目 你說天公不造美? 喂,金林啊,那些森林啊 下雨,不用那麼多山火,那麼嚴重 真是多謝,如果再不下雨,燒到大溫都可以 所以天氣,大自然,the mother of nature 總有他的安排 這是很好的事,錄下雨 是,梁懷下 梁懷下,經過山火,希望能夠壓制一下 不過我們錄影都一樣的質地沒有什麼分別,大家不用擔心 記得出去暴行的時候,老總要戴上帽子了 不是啊,就是打濕了頭 我以為你叫我行樓底,行樓期樓底,戴鋼龜 害怕那些恐怖份子襲擊我 說到恐怖份子,我真的覺得 我們錄影這一天,以色列傳來兩宗接報 聽起來,更加貫徹我和你一個看法 以色列人貫徹舊約的精神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真是很厲害 有仇必報,正宗雖遠必珠,老友記 雖然別珠,還有講得出來,哈馬斯的領袖 哈利漢,大家以為他還在加沙 原來就去了伊朗,德克蘭 賀一賀伊朗的新總統,即是集積建立 大家知道最近選了一個 所謂比較和西方有所謂的新總統 那這些哈馬斯,大家老友,當然要親身渡賀 誰不知就是,接著就是變成真主 在德克蘭就遇襲 不過呢,沒有人講得清楚,包括伊朗 他怎麼遇襲,是汽車炸彈 是在街上被人機關槍避免掃 或者是吃了一些毒品 總之,總之就關掉了 那麼這個哈利漢,在現在以色列 橫掃加沙,要堆倒哈馬斯的老巢 為何要掃地出門 要他們以後在所謂巴勒斯坦立國裏面的政府 不能夠佔有一席位 但最近中共就偏偏黃的召集了 這個巴勒斯坦十四個派系 在北京開,搞一個北京宣言 就說支持,哈馬斯都要在裏面有位 所以,有你媽媽的,哈利漢也很輕 中共騙了這些東西,不是爛尾就死了 所以習近平有個綽號叫爛尾紅 你看看他碰到哪一樣東西不爛尾的 剛剛那頭說支持你 將來新政府有你的品 接著現在就馬上跟阿拉報道 還有一個好笑的 就是黎巴勒斯坦的第二名叫做蘇克爾 已經在以色列的攻擊中證實死亡 因為最近 尼巴亂,珍珠島迷向高蘭高地 高蘭高地射火箭彈 射到球場 又將12個以色列的小孩 但這些小孩其實是阿拉伯裔的小孩 是啊,因為那裡是阿拉伯殖民地 其實是阿拉伯裔的小孩 是阿拉伯裔的小孩 因為以色列佔了高蘭高地 他們就是在那個地方繼續生活的 還有一種很特別的宗教 德魯茲族的小孩 這些又不是猶太教 又不是基督教 又不是伊斯蘭教 總之就是很混合的 但是他們基本上都是信神的 這12個小孩 沒有一個是猶太裔 不過以色列是讓他們歸化入籍做以色列的 不過有些他們就不選擇 不做以色列人的意思 沒錯,他們是以色列人 但是他們不是正牌的 以色列的 我們叫做猶太那些 所謂本土份子 是屬於他們的居住區裡面 這些12個小孩 一次過小孩 還有其他小孩受傷 都是真主黨的火箭彈 不知道是不中 還是收了情報 引起很大的憤怒 我在這件事件裡面 我看到了一個問題 首先我們先說說哈馬斯 哈馬斯 說真的 大家都眾所周知 背後有些人去支持他們 這些窮到犯都沒有得開的組織 怎樣有能力去發動 在去年10月 去突襲以色列 在一個演唱會裡面捉了200多個 無辜的平民 之後也和以色列對抗 但是當然 杯水奢身 大衛打巨人 這次巨人 壓倒勝利 差不多連領袖都死了 好了 這一個所謂的尼巴嫩的真主黨 你有前居可鑑 你看到這些搞以色列 你還要在內塔尼亞湖出訪 美國的時候 射火箭 還要打死無辜的小孩 道理上 你是完全說不通的 你不是射他那些政府的機構 軍事的措施 或者是一些的 將領的府邸 官邸 而是你打無辜的無力 還手正在和平進行 有賽 足球賽的一些小孩 你是怎麼說你都不通 你以色列是一定有一個 還拖覆卓的一個藉口 將你連根拔 他是不是嚴命長 就是現在勞力七月來 所以趕快下去下面 就是喝萬婆湯 是不是真的老總 我是很不明白的 而背後 你不明白 支持他們的人 肯定肯定送他們去死 但是他拿了什麼 這麼大的利益 他自己去申請 排隊去奈何橋呢 是這樣的 你不明白很簡單的 因為他們是恐怖分子 他們是無差別攻擊 他們是沒有人性 他們是你鬼你的足球場 總之有彈射出去 射到以色列的地方 任何地方 雖然別注 是人都殺 他們在這個心目中 他們就是要Drop Done 他們以結果為目標 他是李家超的信徒 總之射出去就可以了 你鬼你的那些是以色列人 或是阿拉伯人 或是這些 小孩手無尊的平民 你看一下加沙那些 他拿平民的家裡來掩護 他在學校的地底發射火箭 他就是以色列人 還拖的時候 就射到學校那裡 你又殺了平民 然後他又把平民 喬針平民 然後就在醫院那裡 以色列人還拖 你又在醫院 然後醫院裡面 全部可能九成九的醫生 護士都是他們的人 都是恐怖分子 他們就是做了這些無底線 這些超限戰 根本就是中共的信徒 是匪徒都不如 你那個匪徒 正宗匪徒來說 都是一個傷害 對葉繼歡和張子強 連禽獸都得罪了 我這樣看 當然他們有一個極端的宗教信仰 以為這樣濫殺無辜 為真主而戰 死了可以享受十二個處女 大酒大辱 可能有這些愚蠢的想法 另外當然你想死 自然有人會找你做爛頭卒 我覺得他們不怕死 這些極端的宗教信仰 就落入一些邪惡極端的政權裡面 就很容易利用他們 而今次被人這樣練根拔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會出來 就是會令到西方世界裡面 因為知道這隻癲狗 以色列是不能惹的 你弄傷他 他就咬到你 希巴蘭都不收手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在海外裡面 就可以製造一些輿論 反猶太 反以色列 而 老總 你的Lapware好像有些問題 聽到我講話嗎? 老總出去了 我們等下老總再進來 好 老總進來了 不用擔心 是 老總進來 不好意思 我剛剛講到 他們這樣做 就會令到海外裡面 就是流亡海外的回教徒 伊斯蘭的支持者 或者極端的主義 在西方國家裡面 就搞很多的抗爭 然後就利用一些 極左的媒體 左膠媒體 就在製造一些輿論 說以色列就是濫殺平民 濫殺無辜 而永遠就不會把這個源頭 為什麼有這件事件 而拿出來呢? 所以就會搞到 在海外裡面的西方民主政府 就在這些事件裡面 要浪費很多精神力量 擺平中間國家裡面的抗爭 抗議 封鎖校園 民眾上街 而令到整體的媒體 輿論出來 就是站在另一邊 混淆視聽 即是 導致了大家人的 attention 而令到這些極惡 邪惡的組織 他在另一方面裡面 就是上下旗所為所欲為 是 盧鎖 你可不可以留意到 去年10月7日 這群哈馬斯 這群恐怖分子 發動襲擊 弄了一千多人 死亡 然後捉了二百多三百人 有一個講法 三百人 現在看來是二百多人 到現在西方那些 無論在校園裡面 責刑支持巴勒斯坦 或者是那些左媒 你可不可以留意到 他們從來都不說完 釋放人質 沒錯 這個才是人道主義的最基本 這些蘑菇的人 殺了那些 算是不可以分生 但是這些人質 現在發覺以色列去工 又去哈沙 要捉這些哈馬斯的領袖 要殺他們的指揮 12、7日那些 話事人 逐個人 一個都不能少 西方左媒 西方大學生 西方那些校園 小的知識分子 華之利 長春藤那些名校 我見到沒有人要求哈馬斯 立即無條件 立即釋放人質 一個都沒有 似乎這些人質 他們比恐怖分子更差 沒錯 恐怖分子原來是善人 人質是壞人 為什麼這個世界的世道去到這樣 無辜的 這些人質裡面 如果有那些抗議者 說你要給別人自由 要支持巴勒斯特 如果是他們的父母 是他們的兄弟姐妹 是他們的親戚 他們會不會這樣做 當然不會 所以這班就是人渣來的 這樣做事 所以我就很見到 有一件事 就是西方媒體 配合這些的左膠 再加上在地的一些 伊斯蘭的穆斯林的支持者 極端 也不是全部 極端的伊斯蘭支持者 然後就是禮環節曲 反過來來說 而很多一些 伊斯蘭世代 TikTok一族那些 其實是沒有了 有一個判變是非的能力 而對於這些 情惡情姦 維持這個正義 取回公道的正義之師 全部變成了妖魔化 納粹化了 他們所有的這些做法 我覺得 西道在這一方面裡面 以色列受的壓力 國際的一些杯葛 其實我都在他的立場想 我死人塌樓 我的親人被人抓了 你們不支持我之餘 對我去爭取我這個權益 在我旁邊的鄰居 不是盜匪 就是這些殺人犯 這些大狂魔 在我門口裡面 天天在搞搞震 你們不去支援我 幫助我 聲援我的時候 還反對我捉賊 現在你看到 他將兩個發動 對他們國家 恐怖襲擊 甚至無想種族滅絕的 這些大魔頭 全部正發 他是一個非常大快人心的一件事 殺得少 殺得慢 以及殺得不夠多 真是 老老實實 沒錯 這些才是真正的邪惡的元兇 這些阿頭 如果沒有這些阿頭 下面的流浪 做鬼都不靈 沒錯 殺得不夠激 要是 沒錯 殺得少 這些罪惡 惡冠滿營的人 馬上支持 巴勒斯坦立國 馬上就好像中共 在北京搞 十四個支派 十四個東派 我們巴勒斯坦 我們經過 我們支持你立國 我覺得中共現在這樣做 就是等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略裡 你不是支持盟軍去戰勝納粹 戰勝法西斯 戰勝軍國主義 你倒過來站在納粹那邊 去打回盟軍 叫盟軍不要攻入柏林 叫盟軍不要去炸東京 不要放原子彈 這些中共的做法 和今天 就是它的行政力 和納粹德國 和法西斯 和日本軍的主義有什麼分別 你根本就是侵略者 你根本就是 完全是無視和平 你就是想搞完蛋 中共當然有它的盤算 它當然要在一些國際組織裡面 多一些這樣的 丐幫 地蹦 下三濫 多一些立國 多一些他們這些政治團體 進入聯合國 世衛 如此類推 他們那些票 自然投給中共 或者是用來反對美帝 或者是反對西方其他國家的主張 在政治層面裡面 得到一些支持票 其實你都猜到它為什麼會這樣做 不過有反而有趣的一件事件 哈馬斯的這個頭號阿頭 在一個德克蘭境內 就被人堆壞了 有個孟得這麼巧 他就去別的大哥 這個龍頭就職典禮裡面 就是蒲頭去買一支長旗 長紅 就被人堆壞了 其實在伊朗的境內被人堆壞了 他應該感覺到在伊朗裡面 受到保護尊重 很安全 而這樣的被人突襲死 很多看我們的黑社會 Godfather 阿爾帕仙奴 其實就跟別人開拖 但明知別人對家在那裡 就跟別人暗渡陳章 你弄走警察 你弄走那些東西 把蓬開了 我槍手可以打死他 會不會伊朗其實是煽他一鍋 賣個嗜好給伊朗 大家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哦 那你就說伊朗搞投名狀 你講不通啊大哥 大哥在你家裏被人堆壞 你告訴我 你家裏沒有人有善報 告訴以色列人 他在哪裡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以色列這麼把派 找無形機 我猜的 在伊朗的首都 馬龍伯龍道的 教父的龍潭虎月裏 做低了馬龍伯龍道的第二號 你想不相信馬龍伯龍道是吃素的 大哥 是啊 我自己覺得很奇怪 很有趣 除非伊朗裏面 那些以色列的特工 那些special agent 的線難 spy 潛伏了很久 很多的資料 伊朗也不知道 否則 以前的事件 也可以告訴伊朗政府 你不要再搞他 他搞他 即是你們的首長 你們的頭 其實認真起來 你們都會人頭落地 死無全屍 沒錯 可以投射到伊朗的 不知是No.123 你們小心 沒錯 在你的眼皮下 哈馬斯的領袖 都可以輕了 你們自己 看一看 看一看 逛街的時候 哈哈哈哈 所以剛才你叫我帶光規都沒有用 那些無人機 光規無堅不摧 真的 我地底捐出來都可以 哈哈 現在的這個 不好 不過我現在看到 以色列合國的下馬威 我就定一定 早兩天 我就擔心 即是他的火箭打下來的時候 以色列會不會進行這些激烈的覆卓 而引起更加多的反彈 但是似乎 他一日 兩天之內 將兩件頭號的敵對分子 堆倒了 其實我覺得他繼續會對這個 真主黨進行更進一步的打法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輸人又輸陣 其實也都相信會一面倒 我想 以色列在這裡 我就絕對支持他 直倒黃龍 因為你看到他們都乾隆忌窮 反覆卓反彈的機會 似乎應該 就不可以超出以色列的這個範圍 應該是控制這個之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把握這個良機 趁著西方國家 掛著玩奧運 是不是 還有搞選舉 搞選舉 你叫他的時候 這段的真空期 可能是敵對國家來講 是真空期 但是對以色列也是一個好的時機 快刀斬亂麻 把這些傢伙殺得多少 老公 你知不知道我看到 這個哈尼漢 在德克蘭 我第一印象 習近平 你大N獲 哈馬斯恐怖分子 可以這樣 在自己人的地上 你中南海 你怎麼保安 你可能 習近平很快的安排 要移民月球 聽說你有一艘太空船 飛去月球半面 月球半面沒有陽光 哎 很適合你 習近平 黑媽媽 不見得光 美制找不到你 你快點安排 要你的太空人 要特別處理 否則你真的 你看看 回來看 他這麼喜歡 去一帶一路的國家 一帶一路的國家 其實你也知道 他們的保安 各方面的事情 是很先進的了 你要死 沒理由不讓你死 我想他更加不敢 踏出中南海半步 不過這樣 習近平是生來死 現在都不知道 因為植物人 現在都不知道 因為現在出鏡那些 是不是他真身 因為替身ABCDE號 或者去到F號 去到YZ號 都不知道 總之現在的習近平 真真假假 他加上有AI 習近平可以在AI 在現的 大家現在可能 真是我們進入了 虛擬的新時代 習近平 原來全部AI都不出奇 不過這些不要說 我們就有機會 看看習近平怎麼發展 先 我們進回去奧運 這個禮拜奧運開幕之後 由過去 星期日開幕之後 星期六 星期日開幕之後 就有很多消息 開幕禮的那些 講到難 是不是得罪宗教 涉徒 那些 大家不講了 講到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的是 加拿大拿到兩金 一天拿兩金 過去的星期一 真是 日進兩金 不是日進九金 對於我們加拿大 來說 真是極好消息 我又不會 好像某些國家裡面 拿了金牌 就亢奮得這麼厲害 我也是 主要是看回 個人運動員的發揮 而且秉承奧林帕的精神 這件事件 不是顯耀國威 或者是同一國的之力 壞到連馬匹都要有食藥 被人驗到 是吧 做馬就是這個意思 我真的有董標在那裡 就抹殺你了 就是這樣 都可以的 還有我很開心 看到這些運動員 享受這個比賽的過程 在公平公正的一個環境之下 發揮自己的座場 某一些國家 我看到他們做體操的時候 每個人都好像在九龍殯儀館 進行這個破地獄的儀式 苦口苦臉 西口西面 死人塌樓 爸爸走了 這樣的壞樣 你可以想到 十幾億人的榮耀 都放在幾個人身上 我會替這些運動員可憐 中共在世靈童地選了你 又要你入黨 又要進行黨的培訓 栽培支持 就是要你養兵之日 用在一招 就是要你發揮拿金牌 拿銀牌也當你輸 你看看他們的壓力 同牌那個直頭 同牌那個女子直頭 好像想殺死人 在那個領獎台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樣子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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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游泳的那個 同牌很失禮你嗎 但是他閉上嘴 真是好像兩盒眼淚流出來 哎 體育精神去了哪裡 體育是講你個人的表現 但是他個個都揹著舉國體制 揹著國家榮耀 將好像五千年的寵教 放在自己肩上 真的完全沒有人性的 中共這樣訓練運動員 沒錯啊 所以呢 就是我們國家就不是說 就是對這些套術 就是有這麼大的壓力 也都很老實講 他們其實呢 很多的運動員 不會說受國家的栽培 又說要供養 其實很多這些朋友 都是參加了不同的一些會 那些運動體育會 其實很多這些中產背後的 嗯 就是爸爸媽媽 就是有錢 有能力去栽培他們 參加這些這樣的會 其實就是憑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精神 還有很刻苦 比如我們看一下後面 這位Felix哥哥 號稱為體育界的 這個體操界的男神 那我剛剛錄影的時候 就是剛剛進行這個男子 體操全能 我見到他這個風采 但是剛剛不幸運 他在這個單槓裡面 斷了護手 跌了下來 現在我和你錄影 我真的心都認住了 不知道他怎樣 那我就為他打氣 那加拿大的一個女子足球隊 當然我們好的東西要說 不好的東西要說 老總你也知道 他那個教練 我都不明白的 其實加拿大女子足球隊 這麼強的實力 你用什麼用一隻無人機 去看一隊這樣的弱隊 紐西蘭 你也一定吃虧 現在就PK了 第一 他就要扔回加拿大 第二 亦都不准他 就是沒有了個Coach 在那個 比賽的過程裡面 就是點場 就是提點 而加拿大也是因為這樣 扣了六分 所以呢 現在很幸運 我們已經是贏了兩場 今天錄影完之後 十二點到呢 他就會對這個 歐元比亞 所以 哥倫比亞 就是看一下 會不會有機會贏 拿到這三分之 可以有機會 小組第三名出線 多可可可 真的 是 這樣的 是的 加拿大女足 是在上屆 東京奧運 是冠軍 是 冠軍之隊 已經不是第一次冠軍 一直都在國際上 是勁女中的勁女 所以你剛才提到 為什麼要在新西蘭 在新西蘭 西蘭的女足 你都要無人家去探 只不過我看這個教練 是太過盡責 和他太過 就是 又是好像中國那樣 不輸得 是啊 引而為加 做出這些 反常的行為 你根本的無人家 是多鬼魚的 第二 你根本也都不需要理會別人 你只要集中力量 看著標竿 一直向前進就可以了 但是他們就心有旁霧 這個就是比賽不專注 當然 我想他們 學著學著都學中共 這樣 將舉國的榮耀 放在自己身上 忘記了運動 是個人體能 和你合作的成果 這個就是和自己 過去的紀錄比 就好像我們加拿大的那些小孩 你自己在加拿大讀書之一 那些老師一定不喜歡裏面的同學 就比 你考第一 他考第三 或者他考第十三 從來不講這些 自己和自己都比 是的 我的小孩讀書的時候 小學也是 他一直強調老師 千萬不要和裏面的人比 也都不要和他自己 就是 上學期考了 最重要是比 自己進步了多少 自己挑戰自己 就不是和別人比 這樣那個小孩才健康發展 就不會再有一種妒忌心 一種炫耀心 就是人比人比死人 這句話沒有說錯 加拿大女足的教練 就沒有讀中國古書 也都沒有看香港人家書 所以就虧了張 那現在就看女足 她能夠 在現在這種劣勢下面 是拼盡的所能 現在加拿大女足 就是你實力的時限 你如果這次能夠出到線 你就真的實力 是真材料 這個加拿大本色 沒錯 希望他們做好 始終享受過比賽 以及發揮所長 這個運動的精神 當然 作為香港人 我也是加拿大人 也是香港人 看到香港運動員 贏到獎牌 看到香港的朋友 難得有些東西充起一下 我又不想像其他網民 對一些個別的運動員的背景 又大搜查 又說她男 又說她什麼 又說親建制 又說重點栽培的 未來國家領導人 我覺得真的 是 需不需要這樣 他們做到這件事情 出來沒有 我自己的看法 運動員 特別在中國 或者現在所謂的中國香港 你在一個建制 在一個體系裡面 就當然了 難道你所有的黃絲 可以做到一個運動員 中國香港政府 或者是 香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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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做一個資格審查 對嗎 看看你是否黃 看看你是否支持五大訴求 看看你的Facebook 是怎樣的 又都不讓你出啦 傻子 所以你對他們的摩黑 是若要人次我齊 除非兩個 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 你為什麼要別人做到這件事情 那你也是抹殺了其他香港的朋友 就是去享受看一個運動 真的 我自己也都當然很明白 就是他們拿金牌也好 拿獎牌也好 一定會被李家超 一定會被大餅強程國基 Hijack了 被楊潤雄來抽水 覺得他們的這個光綜 難得有一些東西 可以在香港人這麼苦悶的情況下開心下 我都不想於心何忍 落井下石踩多兩腳 更何況你口珠不伐的運動員 他們做了一些壞事出來沒有? 他們沒做過嘛 放開懷抱 你們自己不喜歡看的 就過著睡覺或者走到九龍殯儀館看破地獄 你就不要坐人家看 也沒有必要這樣口珠不伐 因為你們是鞭撻著一些未發生的事情 等於發生了的時候 我陪你一起去抹擦他 是 你又不公平了 經常說九龍殯儀館 為什麼做一間香港大餐廳你又不說? 香港大餐廳破地獄也不錯 環境也不錯 不是啦 你公平一點 我們香港都和九龍的朋友有需要也要照顧 不是啦 這樣的運動員 他們能夠拿到成績 成績作主 至於他們拿到成績 他們所屬的團體 是黃是藍 無論是中共 或者是俄羅斯 當然俄羅斯是不能比賽 中國不能說他們全部都是黨員 他們在做事 我就不會支持他們 因為你們支持中國共產黨 我知道 郭晶晶拿到跳水冠軍的時候 大家都不會說 你不是中共黨員 你不會說不承認他的成就 你最多說 他很厲害 不過他是舉國體制 他是全力國家栽培重點 他贏就是必的 輸就一定不行的 你只能夠說 喂 國家投資這麼多 他是為國爭光的 不是為自己爭光的 他自己當然 去過運動會參加過比賽的 中共的那些奧運的選手 拿到榮耀 自然後面就很多東西跟進了 正面的 拿不到榮耀 好像最近 在一個 跌了下來 安過跌了下來的那位男士 那位運動員 沒有一個隊友去安慰他 教練去哪裏 那些軍衣去哪裏 死去哪裏 連人的資格都不符合 他們那些旁邊的人 這個就看到中共的體制 是有黨性沒有人性 有黨性就是說 你拿到為黨爭光 你就是天下第一 你不是就什麼也不是 連個魏的地位你都沒有 你覺得很可憐 那個人我們不是說他活該 而是說 是 運動員 剛才你說後面那個朋友 都頂到手了 都會失手 運動員都有失手的一時 隨時失手 為什麼對中共的運動員 失手之後 沒有一個人安慰 在全世界面前看到 哇 How come you Chinese like that? 以後我們中國人 我跟你 走出去加拿大的街頭 那些人都會異樣對著 你們的思想這麼殘忍 我盡量脫亞入歐 可能大家未必當我是Chinese 或者當我是Filippino 日本多 Filippino 或者Indonesian 但是未必當我是Chinese 我盡量做些事情 跟Chinese 是日背道而治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個圖片 或者這個影像 A photo can save a thousand words 說完了 一張照片 刪掉千言萬語 是啊 不用我們鞭撻了 是啊 中共做了它 本來不想人看到的事情 沒錯 就是一個運動員失手 然後跟著的反應 還有沒有出現的人 才是故事的核心 這個就是 我們對香港的運動員 都應該有一種同理心 他們是搞運動 他們不是 背著你什麼五大訴求 去比賽 而且他們現在在淪陷區 生活著 離不開 又或者他們追求沒有人的意志 他的榮耀的時候 說真的 如果我們都不讓他發揮 他也是代表著其他香港人 去比賽 是不是因為那些政治的訴求 而抹殺了他們的 去比賽 或者去享受比賽 要是有能力的人 而又抹殺了他 我自己 很難過得我自己的關 我當然明白大家的要求 希望個個都集體抗爭 個個都反共 反一個香港政府 但是你們七百多萬人在香港 你們做到一件事 大家集體不交稅 你們都吵不了 不要說集體不交稅 2019年叫大家三罷 罷你老母 是啊 你們都吵不了 結果大家都 我天生的基因就是要上班 我不上班就不是香港人 當時大家 是呀 很近你上班都沒有 不過要三罷的時候 你在哪裏呢 不是說沒有人不做 但是做不到一個勢出來 你現在就不要要求那些運動員 做你們自己三罷都做不到的事 好嗎 是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平常心 還有到最後 人鬥人 你踩我 我踩你 你們就在那裏互相撕殺 但是完全動不了這個中共的分號 那就是人鬥人的這些策略 他們就很成功 在你們的血液和社會的輿論上 為什麼要這麼笨拙 要讓他們這樣去搏呢 是啊 所以 我告訴你郭文慧 到最後真的服務大灣區 是不是 加入建制 做官 做姓姓 但是現在這個時刻 他還沒做 是啊 老鱷 香港的運動員在奧運拿金 拿銀 拿銀 拿什麼榮譽 我在這裏呢 我是很低調 我簡直都不想去like 我都不想去表示態度 我覺得 他們做了他們要做事 我就在那裡欣賞 我喜歡欣賞 我不需要再說 哎 你是不是黃絲 我覺得很無聊 很無聊 還有對於他們來說 是完全 不公平 其實是不符合比例的政治負擔 大哥 那個是奧運會 那個不是五大訴求運動會 如果我們將他 要求他們 黃啊 或者是怎樣 其實你不反過來 中國十幾億那些小粉紅 希望他們那些 那些國家運動員拿獎 贏金牌 比得Q養 沒有分別的 對比 沒錯 但是我們對加拿大的運動員 贏 我們又這麼開心 輸 下次再來過 世界還在道 沒錯 即是奧運會還在道 但是只要他能夠發揮 他打得好 我們都會欣賞和支持他 難道 分分鐘 現在這個Felix仔 他姓徐翰和你不同 你又說他 是不是 就是 小數族裔 或者是一些性的LBGQ 你又去反對他 我們不會因為這件事去看 不會放這麼多的東西 在一場純粹的比賽裡面 有這麼多的Felix 篩 篩 很不好意思 所以有些網友對於中共那個女運動員 就說他和性戀 關差你的事嗎 他贏就贏就輸就輸 他同不同性戀 英國那個跳水的那個王子 為什麼 你都供到別人睡房 為什麼他送別人睡房補的呢 就是很無聊 你又笑別人同性戀 真的很無聊 他抱起 就算我異性抱起他 也不表示異性戀 好 我下次和你錄影的時候我抱起你 讓人家說你是假的 好像我抱起你好一點 我怕你弄傷大陣 這些有同理心 有同理心 這些正常人 我不想國家添了負擔 他有醫療上面有醫治 大哥 我有機會長期病患的 沒錯沒錯 你老國那些是正常人 我很欣賞你 我看這件事 擦肆到你的底線 道德底線 另外一個奧運會 我們之前有說會恐襲 那真是未開放 已經有 法國的高鐵 已經是被人中火破壞 當然現在都抓到 好像是一些左派的人士 非不左派的人士 抓到其中一個suspect 所以說 恐怖分子不一定是極右的 極左都可以的 而且現在也要看回 不只是在法國巴黎的城市裏面 亦都在這個敘利亞的 一個珍珠黨的 一個以色列 在整個大氛圍裏面 其實你 麥克風的雲觀的看 都是那個時間的主軸發生的事情 是呀 金格奧運就有很多事情看的 由開幕一直到8月11日 閉幕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段 三個幾星期的奧運期間 可能小時候都會跟著奧運 那個舞台旋轉 亦都很多時候會發生的 你看到中國的 習近平就是神隱 阿真人是 劍了 植物人 又說是 特地學老毛1956年 扮忍退 引蛇出動 是呀 我不是陰謀 不是陰謀 我是陽謀 習近平有沒有這麼 老毛的高章 搞些陽毛 不是陽謀 是陰謀出來 不是陰謀呢 大家看著了 我們就轉一轉話題 去回香港先 香港今年的經濟 就是你經常都 為我們溫哥華的一位 一間店舖 我就是咬他的贊助 原槍立獄 是啊 他不知道會不會聽得到你多 遲了都會 老毛我就贊助你了 原槍立獄 是啊 香港經濟比立獄 九倉那個零售 他商場已經特別多了 那個表現相當之嚴峻 那就虧蝕了 他的額已經多過他的盈利額 就是說 就是蝕多過賺 然後接著就 預警 他的後市不行了 同一個時間 新龍基地產宣佈 停建在新界數管区的樓盤 這些都是很災難的負面消息 就是香港的樓盤 香港的樓市 不要說二手市場 似乎整體都沒有後市的展望 龍我 首先第一件事 有一句說話 就噁心一點 如果你現在吃晚飯 吃早餐 柯市不出賴地獄 就是賴地獄 賴地獄 就是這個環球的高息 現在的高官經常說 美國遲些會減息的 減息就會有望 就是在這個後市裡面 帶來這個動力 但我老老實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就算被減息 減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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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四厘多五厘 會不會突然減息了 兩厘三厘 或者是厘多呢 不用放 不用放 未來這幾年 都不知道會不會發生到 高息一定會持續一段長一點的時間 那現在為什麼香港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很多的大發展商 就是在這個好境的時候 美國低息的時候 就借了很多的一些的錢 那現在的息口高了 那你撞正我們有2019 跟著還有武漢肺炎 然後跟著有國安法 有23條 大家對這個香港都死了心了 外資撤走移民 對後市根本就缺乏了這個信心 那很簡單的了 你有沒有人去賣地 買地去投資起樓 或者有沒有人去接收 這個二手市場 買新盤 營商做生意的環境是怎樣 再加上這個最重要的 24小時的這個大灣區通關 這個一小時的生活圈 加起來 外資見到你23條國安法又撤走 那些公司走得七七八八 其實你就是一個 形成了一個perfect storm出來了 沒有新錢再入 舊有的資金 離開這個香港 大家劈價賣樓 拿錢移民去海外 剩下的一些市民拿著一些錢 但是你看到這樣 都不知道還會不會再跌 現在進入就笨7 就撐住不玩 而這些傳統的大的地產商 靠收租到日 例如九龍倉 海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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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地標 但是你現在又說有幾千萬的旅遊人士 80%都是一些大陸的旅客 但是這群的旅客 就不是以前那些救烏團 這群是窮遊特種兵來的 帶著農夫清泉 來這裡就是飲泉 天都不用你香港一元 對你這個海港城是完全不光顧的 好了 老總 在這樣的情況 你是一個生意人 我早幾年賺的錢 陰下陰些 陰下陰些 你做不做生意 我當然不做 我當然是掛面戰牌 離場或者休息 一會兒周遊列國 看看還有沒有景色才來 我怎麼跟你可以每晚在這裡燒錢 天天在這裡陪你花錢 然後在這場 因為你香港的這些大陸居 他們是不能減租的 你一減租 他們自己的收益 骨牌效益 他的收益就少了 他的股價就會跌 然後更有甚者 你跟著銀行會 股價你的物業等各方面的東西 再值不值這些租 如果已經是跌過 他借錢給你的價錢就會召喚 全部是一籃子一連串 我當然不是一個經濟學家 但是我從我皮毛的讀大學的時候 Economics 101 就可以告訴大家 那個情況會是怎樣 好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很利益在目 我跟你也應該有評論過 陳茂波在他三月份裡面 說那個財政預算案 他看得很好 哇!下半年 哇!很多IPO 跟著就隨著減息 那個樓市很熱切 跟著我還切辣 是不是? 那肯定樓市就會帶黃 然後我們印花稅 離印稅 就可以賺錢 股市又可以蓬勃 好了 見到勢頭好了 我們政府賣地 又可以賣到出來 就有錢進入這個庫房 我想請問你啊 陳茂波 你看現在這個情況 你推些地皮出來 叫這個人形朱歡喜 羅淑貝去賣地 有沒有人跟你去賣 令康豪啊 有什麼東西去發展 又不會跟著 我想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天天就在那裡 天天夜繽紛 天天都盛事經濟 大花童比較洋潤紅 走去法國吃血鴨都不用洗腳 不抹腳 浪費了公帑 我們在上半年已經有1000億的財赤 下半年也未知 超過1000億 下半年也未知 我想請問你 在2025年的3月份 到你再講你的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那條數會怎樣呢 而你看不到出路 是可以將剛才所說的那些劣勢 逆轉性反過來 我完全沒有解決 所以現在香港大學各位教授 陸總 剛剛開始的 就是現在這件事情 沒錯 所以香港大學教授 在講習近平 你不如撤了A股市場 搞什麼A股 你們現在要搞公有制 搞集體經濟 這些資本主義的玩意 你不要騙人 你撤投A股 蓋旗 然後中國一夜回到朱元璋時代 哇 你媽媽 不是回到解放前 解放前是1949年而已 回到五百年前 五百多六百年前 朱元璋時代 這個教授 你不用回大陸了 你這篇文章全部在大陸 全部撤下來 禁了 這個教授有軟件 實際上廣東很深的說話 你不要掌握人 他其實是高級黑的 其實是他這個所謂的 沒錯 但是他講到的事實就是 你不要怕A股市場做什麼 你自己搞一個北京證交所 差不多就來零交易 和零交易都沒有分別 死亡也不准貨 股價跌又不准貨 只准貨又不准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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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什麼是股市 連賭場都可以 我可以賺一點 都可以立即離場 和黃絲一半都可以 要你脫下底褲 要在現場做完才能走 真是慘 所以你看到香港這個情況 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他跟我打賭 我有一個網友 你不要讓我批中 過幾年之後 那些小子拿了5加1 BNO 拿了這個護照 大批香港人 就會湧到香港 外賭、毀銀 我朋友 你這個看法 在我們80年代 90年代的移民潮 完結之後 大家拿了一個加拿大護照 英國護照 就出現了 因為那時候 香港要做到97 要歌舞升平 做到夜夜新歌 賺很多錢 而當時 全世界都想你香港贏 因為大家 美國、英國 endorse了你 中英聯合聲明 和平回歸 中國也想讓人看到 五十年不變 但是 27年過去之後 大家都知道 現在渣大莊是傻 和白癡 他要走回 胡澤東的回頭路 他摧毀了以前 所有的一切 當時的香港 27年前 97年前的香港 已經是兩馬子的事 外資 或者外國 也完全沒有了他們的 blessing 不跟你做朋友 沒有了英美的加持 香港什麼都不是 沒有了日本 和外國的資金 香港完全是一個 佛人民津的 中國南方的二線城市 OK 從金融中心為止 沒錯 過去這27年 我一直大聲疾呼 從我還沒做網台開始 剛剛政治開始啟蒙 我就對香港的財政司 歷任的 無論是曾蔭權 曾俊華 唐英年 到之前 陳茂波 劏房波 我每個人都問了一個問題 除了金融地產 27年過去 我們賺了這麼多錢 為什麼你是完全 開不了另一個水源出來的呢 你全部 單天譜至尊 你2003年 SIPPER開了之後 只是懂得做大陸的IPO 然後又笑到 賺錢賺到肥到 蜜都穿不下 好像有洪生話事 後來你是完全不思進取 大家懶人包 躺平 等錢跌下來 好的藍醜股 趕走 摺了這些肉酸 都不知做什麼 這些紅酒股 都下來了之後 整個股票市場 就變成了中國的國企 或者民企 賺錢的地方 賺錢的地方 然後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有沒有發展過晶片 有沒有人工智能 有沒有做過IT 娛樂事業 軟實力 全部都沒有 越玩越縮 小孩子玩著著著 只剩下你的金融地產 現在 當大家覺得 你這個賭場 不能玩 你那些妥官 出路籤 大細超 輸打贏要 甚至不待會考納明目 不讓你離開這個賭場 打獲勁 抓你去坐牢 當然沒有人跟你玩 就讓你自己在那裡 老婆老婆住 我看不到一個出路 所以我就跟一些網友說 不要想太多了 去了海外 真真正正 想好了 要去那邊 找到東西做 落地生根 就把你的碑 搬到海外 不要再想著 等完拿完的護照 回來香港 這件事是絕對不可行的 這個網友 就忘記了一件事 就是 香港在97前 97後 已經進入了一個 paradigm shift 是一個 凡式轉移 凡式轉移的核心 就是一個價值體系的對立 97年之前 是一個西方世界的 member 九七之後 是共產黨的一個禁聯 共產黨的一個 用來洗錢 用來一個 關西方的一個 儲槍 是幫中共做白手套 是價值觀對立的 和九七前九七後 所以 那位網友說 你們拿完BNO 5加1就衝回來香港 這個就忘記了 根本這個香港已經沒有了 死了 一個 范式轉移之後 主客逆位 這些朋友看不清楚 香港已經是進入了一個共產 我們經常說是淪陷區就是這個意思 你不要經常說 我們可以自由出入 我們坐飛機 不是在大陸那些 實際上跟大陸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有一個黑名單 是不公開的黑名單 哪些人可以入哪些人可以出 全部他掌握了 他要抓誰 老闆一按個按鈕 就是入關就已經抓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跟中共有什麼分別 這個是一個極權 現在還要搞數碼極權 所以大家不要對香港有幻想 對香港生活中 我們都明白的處境很艱難 所以我們這支節目 就要說你們不能夠看到 或者你們不可能看到 或者是有些 特地不讓你看到的消息和分析 所以這個香港人家說 大家不看 你們虧了 漏了消息 又不關我們事 所以我都很替香港的老友記悲哀 很多朋友都想著 摸底、撈底去上 但是他們忽略了 其實很簡單 香港永遠都是一個 playground 大家一起來玩 但現在這個 playground 沒有人來玩的時候 你自己單手的孤掌難名 就很難解僱一下這個樂園 當然你說 我們要繼續在這裡生活 要找到自己的房子 但是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不是望層樓升值的 或者你自己的能力範圍 都可以交到租的 那就沒有必要 要將自己有這麼大的負擔 反正當經濟不好的時候 租金也會下跌 是不是 你沒有必要買一層蝕本貨 你買當頭升 就沒有買當頭跌 我自己看 香港 除了我看之外 也有很多分析師 對香港的地產股 或者一些傳統大的集團 譬如你欺慎集團 欺慎集團 靠收租 靠有很多 半個銅鑼灣 那些物業 去維持他們的這個營利 其實他們的前景 都很敲了一個喪鐘 或者很嚴峻的一個景號 是啊 這不是我們的話說成這樣 而是現實就是如此殘酷 我們說另一個現實 中國共產黨 準備加強監控網絡 十億網民 終於獲發網證和網號 我看完這個新聞 這就是數碼囚徒 這個是囚犯編號來的 這個叫做數碼極權的新時代 習近平是總導演、總監製 各位 每人拿一個號碼 這個就是你坐在數碼牢房的號碼 老闆你就001 我就002 就是完全是這樣 給你一個編號 就是以後 你如果說一些不等西的東西 或者共產黨不喜歡的東西 你什麼都不能做 你連坐車 你的數碼潛伏 立即就是清創 你都不能出境 你完全是可以就地餓死 講完 是啊 這個基本上大家就是 好像黑肉斷腸哥裡面 53105 是 是 62893 是 其實大家那個 是一個 囚犯的編號來的 那如果你是未夠稱的 你就要家長認可 就是 Juvenile Prison 就是 爸爸媽媽 簽了一、二項書 被你奉獲了 你只有這個賬號 為什麼他這樣去做呢 首先 撲滅於文拿之時 如果你的背景不夠根正苗 或者你不是清白的 他連編號都不給你 就地就處決了你 你坐牢的機會都沒有 是不是 即是你根本就上不了網 上不了網 哇 當然是很嚴重的事情 另一個 你有個編號有個網 全部實名制 知道你是河南 或者你原來住一個山東的 一個 河澤 或者你一個 加牧斯 東北那邊的 或者你廣州的 一個 天河區 全部知道你們的朋友在哪裡 知道你的名字 有了身份證號碼 你說一些任何的東西 污衊習慎程 這個陰境短 這個腎囊大 或者是高低博 或者他就看他的臉色不好 就快死了 嘩 你自己看了 他還不抓你出來 起底 禁網 或者是有 whatever 這些情署 他很容易就能夠 解釋到 還有這個大數據 你之前說過什麼 做過什麼 全部都在中國的計算機裡面 記錄在案 是啊 透過電腦 可以在互聯網 是遙控的 這樣 將你懲罰 不需要你實體 肉體抓到你 他已經可以自豬死地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22世紀 一個超時代 是一個非常殘酷的 一種 控制人民的方法 是差在一樣的 在你的腦裡 直入晶片 是差這一步 是差這一步 是 這個先 在表面上 實體給你一個編號 就是你的網號 或者是你的網證 共產黨想到這些 這麼陰質的東西 證明他們真的 已經是瘋狂到 已經是 就發下一步 就 每個腦裡面 都直入晶片 其實你說他們 進入垃圾時間 我自己也很相信 因為 你去到這樣的情況下 你一個國家 動用這麼多的資源 你不要說 行政 或者一些Database 要儲存這麼多的東西 這些花費的精力 他還要監察 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是因為 國家進入一個 很動盪的時間 他已經知道 一定會發生這些事情 而到了國家進入 動盪的時間 網民裡面 有些朋友 會反映真實的情況 原來他在 他在河南 看到發大水 又或者他在山東 看到缺糧 他把這些東西 放在微博 或者WeChat 那時候 我便可以禁止你 我便不讓你真實的 新聞流傳出去 控制到 大家都不知道 真實的中國 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的網警 是要你出了那些資料 他才把你關掉 或者用關鍵詞 令到你出不到 現在都不用了 你都未曾公佈 你在找資料 我和你做資料研究 在看一些東西 你每一天看 路鵝 勸鳳勵你不要再看鹹片 他看著你看鹹片 我也不想 因為中國的網 我每天看鹹片 你都不會看大陸的AV 我也不會看 這個質素降低 我看西咸 真刀真槍 船肩炮你 你在網上做任何東西 跟你在網上拿筆 是沒有分別的 你簡直是脫了衣服 脫了鞋子 在全國的共產黨的網警 你在做網上表演show 但你不知道別人在看你 但你每一步 你每踢一下都知道了 嘩 這完全是超出我們 對於人類那種監控的想像範圍 是恐怖到 馬上會發我夢的 而那些九十件的忠誠廢物 那些經常上大灣區考察的 那些忠誠廢物 就會在媒體說 祖國現在有些幾天先進 有些網上給編號 可以監察一些輿論 令到大家可以唱好中國故事 大家不會有些負面的東西出來 制服假消息 及早阻止一些東西 煽動群眾 祖國好 我們香港也要學習 一定不和你賭什麼都行 賭你 我請你吃一輩越南牛肉粉 一定會有人去做這些事情 這些九十件的東西 各國都這些東西 已經是預料了 他們都不知道 有一天他們自己 行測搭載 就是靠這些網警 完全沒有個人隱私 也都不報公民任何的權利 以後公民已經是沒有公民的了 也都沒有網民了 只有數碼籌圖 偉偉都是數碼籌圖 這個叫做Digital prisoner 以後大家看著號碼做人 你一起來不開機 尤其一開機 全部等於全國公影 天天都在網上做show 慘不慘 但你不知道自己被人看著 我和你現在這樣做完 所以你都知道我們放下哪 是有多少人看 以後呢 你有多少人看都沒有人知道 你自己也都不會知道 因為你根本就是一個 或者很簡單 你自己也不知道 這不是人來的 他將你知道你的網號之後 大家發發的媒體 自媒體 如此類的東西 其實他也都可以限制 其他人的流量去監管 監控或者接收到你這些信息 就算你說的東西多好 或者你在打飛機 出不了去 出不了去 或者沒有人知道 沒錯 唉 你想想 中共的人 就是邪惡到 他是很了解人性 但是現在有數碼 這種高科技 大數據協助 他如虎添翼 做到比 撒旦還要邪惡 老惡 這個真是 這個監控 大數據 社會信用制度 再加上人面辨識 其實這個監獄 真的很難逃生 就是 就是完全不想做人的 你這樣 你天天起來 就好像做真人騷 全世界看著你 但是你又看不到別人看你 但是你自己知道別人看你 然後跟著呢 你就知道自己 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你自己就變成了一個 行屍走肉 因為你知道 你一做些什麼 走走走走走 下一步跟著飯都不可以 我要點外賣 我要買館老乾媽 NO 你不要忘記 還有一個無人的士 你想不想坐的士 走不得也哥哥 上不了車 找不到車 什麼都有機會 沒錯 沒錯 你不要說買不到高鐵 買不到飛機票 你出去想坐公車 你剛剛說 習近平是行屍走肉 就憑這句 罰你七天都不能夠出街 你想想如果他真的瘋到 不管你的的士司機 全部都他們的匪語講 叫下江不得混 他都要開啟全國的一個無人的士 那個叫什麼 叫蘿蔔快跑 蘿蔔快跑 喂你這樣 我真的到處都跑不了 根本連車都截不到 是不是 就算我被人截到車 然後你上車之後 哎呀 他知道你何某人 不走啊 不動啊 停了一套 是嗎 因為你有一個數碼囚圖的編號 這個編號去到哪裡 那裡就馬上停 因為你已經被人按了按鈕 是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untouchable 這個是完全是 不能夠在數碼上移動的 所以你這樣的情況之下 哪有生之樂趣啊 就是死了他就好了 如果真的知道中共這樣做 其實就是想逼死全國人民 現在似乎這個 這個 這個的確是要反抗的 還有呢 你可以很明白到 正如我所說的 中共 他們自己自己 知道自己的事 就是老總 你經常都跟我說 要去見識一下2583啊 又或者去哪裡玩啊 如此類推 但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事嘛 我身體是否可以負荷得到 你怎樣吹他 我們就說 直接在外面看不到 但是你自己知道的嘛 是不是 是不是跌錢啊 還是浪費金錢啊 還是怎樣 或者你落到去都是打個圈回來 啊 啊 這麼快出回來啊 你會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肯定知道自己是自己的事 知道自己裡面 因為你在三中 中出傳會 或者中三傳會裡面 你看到他們那些人一起 這麼巨大的一個災難性的經濟問題 全部大家都是 哦 開完會了 就走了 只剩下了 零 零 零政策 搞不定 那些火都燒到爛 死定了 所以他們就要有這種的system 來慎放各地的中國人 在經濟崩潰的情況之下 發放一些消息出來 反映了他們的社會 當地社會裡面的不滿或者慘況 是 老鶴 是 中共有張良計 但是百姓也有過沉梯而已 我們集體不上網 我們上了街 我不用機 在街上見 老祖 好像委內瑞拉那樣 委內瑞拉怎麼樣 越聞其詳 告訴你 委內瑞拉就是馬道樂自己贏 我就圍著你總統府 我就在街上 我就不回家 我就要你下台 就好像1986年 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那樣 說了馬學斯 就是了 我就在街上 我就跟你軍警對峙 我就不回家 我也不用手機 真的要丟你老母手機 真的要丟你老母手機 真的 不過我也希望中國人有些吉士 就是被人這樣搞 下一次 他們就可以得轉進 越踩越近 你不敢面對 你就應該要越想面對 你越不面對 你將來就更難去面對 是 剛才我不是說了 廣大各位來自大陸的教授 陳志武老師 是 說一夜回到 朱元哲時代 現在再搞了數碼極權 我相信以後 在月餅塞紙仔 劉伯溫那些方式 又再重現 我不用數碼 我全部用實物 我用月餅 傳紙仔 在種子裡面放東西 我也可以相信 在中國裡面 有一種動物會 貧林絕種 那就是白甲 因為中國就會把飛甲 全部都是收鬼各有 不准生大 怕你們那些乾弟 飛甲傳輸 不要緊 我訓練到麻雀都傳到 是 我訓練了 第二些飛鋒都傳到 倉鷹都傳到 以後我們回到這些 沒有數碼這些 那麼厲害的 手機 什麼機的時代 沒有啊 你就逼中共回到朱元璋時代 中共做出來 我們回到朱元璋 我們就在紙仔見了 10月1號 在哪裡 我們一起聚會 就是打開月餅就見到了 這些就是中共其差一著 這個世界都可以沒有手機的 因為每個人都走上街的時候 手機都沒有用 我們現在在街上做事 手機傳什麼 這些就是其差一著 這些就是你有張良計 中共想到絕了 到最後都是絕過頭 到最後是整死自己 拭目以待 總之我當然很樂見到 習近平加速加得這麼快 越玩越盡 你玩到這麼盡 有時候緣分勢必早盡 大家看看他們的情況 或者正如你所說 進入垃圾時間的中國 還有什麼的龍蕎 拿出來獻世 買好香檳 吃好花生 笑一下就算了 要相信人民智慧的 雖然我們看到很多中間人很不堪 人民智慧我就不太相信了 我相信所有東西 天上面的老闆自有安排 天上老闆會 提示他們的人民 人民自己收不收到 或者收到之後 當誰不醒 或者是看不到 當是看不到 或者有些人 不用你提示 我已經做了 這些就是交給習近的智慧 始終地上的人 你要做回你應做的事 如果不做應做事 你就可以得到應得的報應 應得的後果 沒錯 來到這裡爆燈的時間 多謝各位收看 好 明天見 各位老友 明天見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